同样也是跟吃的有关 方讯期一下已经到了 而农粮署东区分署 已经在宜花东三个县市的 35个乡镇 备妥了天然灾害的储备粮食 当中宜兰县有6个乡镇提出申请 总共有46公顿多 而如果发生天然灾害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分配给灾民使用 确保受灾的居民 没有断缺之余 讯期将至 农粮署东区分署为了协助 县市政府预做救灾的万全准备 已经在宜花东三县 35个乡镇 备妥了天然灾害储备粮食 约109公顿的百米 当中宜兰县部分 则是有6个乡镇提出申请 备妥了46公顿多的 天然灾害储备粮食 并且存放在五节乡农会的 校微股仓 以因应灾害发生期间 为紧急供应的粮食需要 以确保受灾地区的民众 无断催之余 储备的需求量基本上是 由各公所提报到县镇区 那各公所呢 根据它各地区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比较偏僻的交通 容易中断的地方 那边居住的人口的一个需求 再加上这个中断期间的 可能发生的天数 然后呢 每人每天0.4公斤的量 来做计算 那宜蘭县呢 这次申请有6个乡镇 那申请的白米的数量呢 有46公顿多 这不注意有我们 五个人农会来 提供我们 金钱最上有两个 这个蓝粮和农米 蓝粮和农米都是 这个两点的 这个标准 农业署东区分署副署长表示 若不幸发生了灾害 届时灾害储备粮食不足时 县政府可填具紧急救灾10米申请书 采传真的方式送到分署 随时来增补 因为现在所谓气候变迁 天气变化 还有发生灾害的时候 我们是很难意料的 如果这些白米呢 已经用完 或者是不足的情况之下 只要先政府这一片 用一个传真的方式 到我们东西分署的 宜蘭办事处来做申请 我们很快的 我们有委托的 加工的五节香农会 能够很迅速 而且品质 能够兼顾的一个方式 24小时内 我们就会把各公所 所申请的这一个白米 运到他们所需要厨房的地点 农粮署东区分署供应的 储备白米 品质规格符合国家标准 CMS二等白米标准 以填充二氧化碳密封的方式来包装 提供每包重量19公斤 具有酒厨防潮的特性 品质可保存一年以上 而另外也提供3公斤的真空包装 具有轻巧方便携带等等特性 保存期限为6个月 有县政府所夹的乡镇市工所负责保管 若训期结束 未用完的储备粮 则由县市政府转播社会救助粮 来赠取低收入户等等弱势族群 一栏新闻记者是市民 采访报道